那日本包括在东北亚这个国家 又处在低温当中 日本一减二亿人口 一天你说可以确诊暴增到七千人 东京就有两千多人 刚好东京包括日本的暴风雪肆虐 疫情全面失控 这是乌漏偏捧连雨 来 这个伟汉 刚刚大家有听到一中在讲 我跟大家在补充一下 一中刚刚讲的那个架构 现在日本状况是怎么样 当然你比起美国跟比起英国不是那么严重 可是日本现在担心的是 今年的已经延了一年的奥运 能不能办 所以警期事态发布了 刚刚一中在讲 不是只有八点餐厅不能开 是七点以后就不能点酒 因为他害怕大家 可能喝了酒以后不想走 所以餐厅是所有餐厅 八点以后就不可以再开门了 所以我就想到日本那个深夜食堂 报名十几天开始开 这不可以开 但是他可以补助 如果愿意配合的 最高可以领到一个月一百八十万的补助 台币将近五十万 你不要开 你不要在晚上八点米 你配合不开的话 警期事态这几个地方 现在已经有东京一都 然后还有三线 他们现在从今天开始 一月八号到二月七号 整整一个月 学生还是可以上课 但是呢 那么上班的人数 要减少百分之七十 一百人的公司 只剩下三十个人可以上班 另外七十个人 请在家里用远距上班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一文很清楚 就是刚刚一中讲了 日本文化 你如果上班 一定就去吃饭 吃饭后一定去喝酒 就会交叉感染 所以不要让你接触 不要让你吃饭 不要让你八点以后还在餐厅 七点就不能点九 所以就把这个压下来 可是学生还是可以上课的 我们看一下日本 现在目前 它的整个曲线 大家可以看来 是整个往上走的 那这个曲线 整个往上走 这个状况呢 其实你要看 这个是在一月七号 也就是昨天 这里呢 是十二月七号 是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你要看整年来看的话 它的幅度 其实在更早之前 去年的一到十一月 根本没有超过两千例的 可是现在呢 已经到了七千多例了 所以日本人当然会紧张 才会发布紧急事态 可是这个紧急事态 现在发布之后呢 要看一个月 关键的这个月 如果有效的话呢 那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 可能还能办得下去 现在日本已经有很多人讲说 完蛋了 奥运现在连选手跟观众 可能都不来了 这是日本的状况 另外韩国的疫情 韩国的状况 它其实以刚刚那个日本的状况 它其实上上下下的 有在一千多的 也有降到六百多的 那因为在过去 这个月以来 已经实施了相关的这些措施 包含了像是健身房 包含了像是其他地方 要把它压下来 因为当已经破到一千例 所以他们觉得紧张了 可是观众朋友我要讲 这个就是日本韩国 跟台湾最大的差别 刚刚讲今天开始一月八号 日本是这样子开始进行 紧急事态第二次的宣布 韩国呢 韩国现在要求 从今天开始 所有搭机进入到韩国的外国人 都要提七十二小时 就是三天前的PCR的阴性证明 这咱继续去做 今天才开始 今天一月八号才开始 所以日本跟韩国的疫情 相对的都是 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民众配合 他们的生活习惯 以及他们在下班以后 还是要继续接触 口罩也没有戴景的关系 包含之前的手上安倍晋三 那个小口罩 有人说太赤 还有生糖 所以他们配合的不好 好 这是在疫情的部分 可是大家知道 现在日本跟韩国 除了面对疫情之外 我今天要来录影的时候 我感觉台北今天很冷 好像七度多少 我告诉你 日本跟韩国 现在冷到一个暴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日本 日本现在乌漏偏逢连雨 不是只有冷而已 北海道现在负二十度 东京是零度 它有强风 整个日本海的强风 突然在这几天 一直吹一直吹 而且还是大雪 暴雪加强风 有多强 你看那个画面 画面上车都被吹倒 这个不是跟台风一样吗 观众朋友 我去看了一下 这个现在的目前日本的 从日本把吹过来的风 已经到每秒四十三公尺 我特别去对我们气象局的那个风 已经到我们台湾的十三级风 一秒钟四十公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概一个一公尺 见方的一个距离 比如说我站在那儿 我身上感受的力量是多少 一百九十公斤 我都能够吹倒 我怎么可能是一百九十公斤 光是一平方公尺的面积 所受到每秒钟四十公尺的风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看到 所谓的地方 有雪又有风 然后在日本的秋田县 就是在青森左边那边 甚至东北方那边 有三万多户都停电 为什么停电 下雪也会停电吗 不是 是因为大雪跟那个风 风太强把它吹断了 好 那这个画面 是我特别去网络上找到的画面 导播可以再帮我们放一次 小军先生你看这什么东西 这是在屋顶上的雪 它就整个这样滑下来 我们导播我们再放一次 为什么我会找这个画面给大家看 因为日本现在已经 至少有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秋田县被发现 埋在雪堆里面 他们早上起来 有好习惯要去找雪 可是没有想到屋顶的雪这么厚 我想说怎么会被雪压死 原来就是这样 那个雪厚成这样 它整个往下走的情况之下 就把人埋在里面 到后来失温就死掉了 所以在日本现在秋田 还有在整个的金系跟金泽 以及整个这个三行线这边 全部都是因为日本海吹了强风过来 又是暴雪叫做爆炸性的炸弹型的低压 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就是日本 另外还要跟大家讲的是韩国 刚刚讲日本北海道是负二十度 那么东西是零度 韩国首尔 现在韩国的首尔是负十九度 非常的低 负十九度 所以韩国现在首尔也是突然大雪 所有的车 因为来不及改钻链条 而且也是一样是大风雪 因为现在这次的低压 日本韩国跟台湾都受影响 他们更严重 所以车子都不能开到 这个百分之 大概是这个二十公里的速度 他都不能再开了 所以大塞车 然后到处这个车子塞在那边 还有撞车的 然后铁轨 他们的电车也因为 铁轨上面结冰 所以都停止了 所以韩国现在也出现了 整个情况都被冻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形